好各位 再来人事当中就分两点 人事 人事当中分哪两点呢 一种呢是我随人 一种呢是人随我 各位怎么是我随人呢 好各位 我随人就是说 有没有 人家 希望我怎么做 只要不伤天害理 我都可以配合 主委只要不伤天害理 我都可以配合 这个主委我们 事实上你真的愿意随人家吗 各位我们所有人的内在 都不太愿意随人家 但是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内在 什么内在呢 我们都希望别人随我们 你以啥意思 都叫白人随你 你都不随人家 你是什么意思 好各位 你上完我的课 你就知道说 我本来以为我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 听完啊 对师傅的课才觉得说 我实在是蛮不讲理 各位这两个哲学 随人家随人家有没有 是谦卑 人家随你 是得恨 你没有得恨凭什么 我要跟随你 那主委 那如果你不谦卑 对不对 没有得恨 事实上这两个 你都乱七八糟 所以人生怎么会平坦 主委啊 不要一天到晚 看着小孙子的土地公 大孙子的玛祖部 逢庙 逢侍 就拜 就磕头 祈求顺利平安 简直是欺骗自己 主委 你认为呢 对不对 摆在桌子上的 这么让你好欺骗啊 各位 你拜他有什么用 你不是拜他 你是笑话他 好各位 不要拜到现在 你还是一直呢 觉得说什么 是一种保平安 或是一种 祈求心灵上的 一种安慰 各位不是啊 你这个拜不懂拜 我拜孔子 我就效法孔子 我拜观世音 我就效法观世音 我拜他 才有意义 那主委 好好 门口可以空住 这是他真正的意识啊 你要明白 所以各位 所以谈到这个随字 你就察觉到说 哦 实在是有够困难 有没有 这个随 那各位 这个原字是什么呢 原呢 就是条件 条件 所以随眼的意思 就是说呢 对 他的因缘 条件呢 要具足 他强求什么 不得 各位 因缘条件 要具足 那各位 什么叫因缘条件 要具足呢 有种子 也要有泥土 有泥土呢 也要养分 有养分呢 也要水分 有水分呢 也要有阳光 有阳光呢 对不对 也要有什么 不要有人去破坏他 对不对 这个主委 正不法 怎么 他说什么 正不法 答案是正不法 没一定 怎么 会水不法 为什么 因为要水不法 进行 叫那四小子 有没有 去扳掉 叫方法 扫掉 有没有 所以各位 正不法 没不对 他如果 所有条件 都具足呢 他会水不法 假设他的条件 不具足呢 他不一定 水不法 所以我们常这么讲呢 努力的人 不见得会什么 成功 成功的人 一定是什么 努力 所以呢 不要呢 对不对 只知前后 不知中间 所以你的道理 有时候不同 你的道理呢 有时候不透彻 那常常 自己的道理 不透彻 怪什么 怪说 天啊 你怎么没有 生的肉粥 不然我再问他 天的肉粥 到底要生的头 要生的蓝拌球 白拌球 你看 自己又在做梦了 你看 各位你抱怨天是没有意义的 各位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做一个实验 怎么做实验呢 你头往上仰 然后向天吐个口水 噗 那个口水 你抱怨吗 所以有人怪天 有人怪什么 怪命运 出生的八字不好 各位你根本不懂命 对呀 主位呀 什么不能变 什么能变 你跟你父母有关系 所以你今天才会出生在你家 这叫做姻缘 你今天跟王永庆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不会出生在王永庆他家 这是你自己跟他所创造的关系 你还想抱怨什么 所以主位 自己的孩子是在生 你有什么资格抱怨 员工是你选的 你老板主管 有什么资格抱怨 是你选的 是你选的 王是你嫁 母是你出的 你是要说什么 听我的口 说完大家都要打算都打算 所有东西都是你创造的 创造什么 创造彼此的关系条件 然后在一起 但是各位 但是在一起又处得不好 为什么处得不好 因为你没有智慧 各位我常这么讲 有智慧的人不见得要当首领 当老板 当头 有智慧的人知道他可以做什么 各位这是重点 有智慧的人是知道我可以做什么 不是说我一定要摆在上面 或是摆在前面 不是这样 各位 我知道呢 对不对 我有什么样 我就做什么 我们一般人 刁出什么陷阱 是我想做什么 他从来没有直接去面对说 我能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是很老实的 我想做什么 那是你想象的 所以各位 你一直呢 坚守我能做什么 你就能够达到你的理想 所以呢 各位 所以这样谈到随眼 那你就知道这两个字 不是那么简单了吧 不是那么简单 随眼刚刚不通 当时要嫁 你这不知道怎么赢 我问看看 我现在问个姑娘 来来来来 我请问你 来在你的后面 来来来 来来 对问你 让我问你当时要嫁 你现在要怎么说 不要再嫁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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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所以你就发现到说 有时候我们应对进退 当你那个 那个道理没有 通打 说我答应对进退 我答怎么做反应 有没有 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 不知道怎么去 去拿捏 那各位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谈说 那怎么样 才能够做到随眼 我们刚才讲的 指的是随眼的定义 有没有 这两个字 现在要来谈说 怎样才能够达到随眼 那各位 你要做到随眼 有三个方法 你要去明白什么 第一 不强求 第二 不婉拒 第三 不挂意 各位 这三个 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 你在那不强求的 下面写个什么 去 不挽记的下面写个 来 不挂意的下面写个 做 去 来 做 做事情 在做 好 各位解释 我们常常这么讲 去求人家 有没有 去求人家 人道无求 品质高 各位 强求的意思就是呢 有去 去求人家 或是去做什么 或是去 各位随眼第一个概念呢 就是呢 不强求 我们台湾的愿意 有一句话 他说 强摘的水果 不会甜 这个对我有智慧的话 那 诸位 那 你要强求什么呢 各位 我可以 一个一个来谈 诸位 以工作的层面 原则上 你或许 因为看了什么 成语的故事 所以一刚开始就要学为什么 毛遂什么 实践 所以各位有的东西 要用对 有的东西是什么 他有条件说 诸位 条件说 你今天要毛遂自荐 是你有实力 这样对不对 哪有人说没有实力 然后看了 看了王爷兄 就别人知道 干脆 干脆看王爷兄出来 你对大陆中 这个诸位 条件的意思是说 请你先看看你自己 你自己有什么 你自己会什么 你自己凭什么 然后你才可以去毛遂自荐 如果你没有以上我所谈的那些 你去毛遂自荐 你只会自取取辱 你会得获得羞辱 知道吗 诸位 当你的内在 你已经是玻璃做了 又获得羞辱 你以后 那这一次你就毁了 他熬着 对应征了 这我信心 所以各位 所以工作你可以上去强求 再来各位 第二 感情的方面你可以强求 所以你们的年纪 你们的条件 你们的背景 假设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我要跟你交往 你愿不跟我交往 当对象跟你讲说 不愿意 各位 你要去求人家 事实上你已经骚扰别人了 你可以去骚扰别人吗 你可以去干扰别人的生活吗 你可以去打扰别人的安宁吗 你可以半夜去发简信吗 所以诸位 我并不是说 不要去找工作 我也并不是说 不要去谈恋爱 各位 我只是说 你要去了解这个条件 找工作是要有实力 谈恋爱是要愿意 那不然的话 你今天所作所为 你会觉得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你已经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各位 那接着 所以你一直想要去求人家 但是我也不是告诉你说什么 那不求人家 那我就不要做 你真的误会我意思 你在听话 一定要把话全部听完 不然我们常常会伴奘取义 对 知主常着 怎么解释你知道吗 贪有狗就好了 那他就没出谱了 你在黑白解释 知主常说什么叫贪有狗 没什么问你 贪有狗的定义是什么 各位贪有狗的定义是 是有狗你吃 还是你们家人吃 你嫁别阿婆 没饭汤吃 你不知道要饭 饭给你吃吗 所以你的知主常乐 到底是自私呢 还是什么 所以呢 你应该从今天起 你要对那个概念 你要很清楚 那不然你一定永远不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好 那各位 所以你看第二 我不去强求 但是来了 有没有 来了 你看 不婉拒 来了 各位来了 不婉拒 所以跟学生开玩笑 他说 师傅啊 有人跟他介绍 说我要去乡亲 你看我敢去乡 你敢我敢去乡 主位 有人介绍我去乡亲 我敢去乡 我来去乡 叫随缘 叫攀缘 来 请问一下 请问你 你觉得是随缘 还是攀缘 很难什么 很难定义 还是要清楚了 主位请问一下 人家介绍我去乡亲 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主位 来者什么 不拒 所以各位 我刚才不是讲过吗 所谓随缘就是要 因缘条件要拒组 对不对 现在因缘条件要拒组 你就拒 当你拒组 那主位 那不是拒组 那是不会拒组的 所以你现在 从 你从此刻开始要把水眼跟攀缘 你要很清楚 不是说你故意去跟人家讲说 拜托 拜托 你们给我介绍 介绍 介绍给我去乡亲 不是这样 是因为人家知道我去乡亲 所以人家说 有没有 我给你介绍好吗 有没有 这不是你可以的 是人家主动给你讲的 那各位 那一样的道理 人家知道你没有工作 所以跟你讲说 我帮你介绍一个工作好不好 你总不能够讲说 自从上了达官华师 他跟我讲说什么 不强求 我就不来 诶 主位 你一会就不投了 所以 是人家跟你讲的 这叫来 有没有 来就不要拒绝 这是一种机会 是一种姻缘 是一种条件 那自己成不成熟 就要看你的表现 知道对不对 去乡亲看你的表现 我教他就表现较好的 如果没有教他 表现较坏 以前我们这次 也要去乡亲 我们也要说 你去乡亲 我们这次说 好来好来去乡 他又穿得很普通 他看着没有教他 他笑的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教 没有就把脚叉叉 他看 他看 这是没努力 不要 不要 不要想 不要想 这位老大爷 四书 五经 唐诗三百首 都落出来 好 说得多气一个 好像仙女下缓 笑死人 因为送心尽情都不要再问我 所以呢各位 所以你这个要拿捏得清楚 不去求 但是呢 又不婉拒 这就是真的是智慧 所以我在举例说明 今天人家请我去演讲或是上课 我叫随眼还是叫攀岩 这叫随眼嘛 我总不能讲说呢 对不对 我不愿意出去 我这一辈子就要葬身在那双十路五楼 各位我总是不能这样讲嘛 那这样怎麽能够去度化众生呢 但是如果说今天说什麽 拜托的啦 你们有要讲吗 你们也介绍我去讲 有没有 那他就很苦了 主委 那这样就变气管公公司了 知道对不对 气管公公司 因为我要做生意啊 所以我要主动出籍嘛 知道对不对 因为我要去做生意嘛 我还要花意命跟你说 我是天下第一名嘴 我还要花意命 各位你看 所以各位强求的东西 你真的不会快乐 实在是不会快乐 你一定不会快乐 那各位呢 不过意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做了之后啦 大家讲嘛 做了之后 各位 这个事情过了 不要挂意啊 不要把它常常啊 挂在你的内心啊 那各位 那这怎么叫随眼呢 佛学有个名词 在随眼的后面加两个字 叫什麽 自在有没有 随眼自在啊 你不自在 你不自在就不懂随眼 你随眼就会自在 那所以那一样的道理啊 今天大家来上课 对不对 我们不强求也不婉拒啊 那自己来听的怎麽样 你能不能接受 啊 我只能够不怪异啊 各位 我一定不会跟你讲说 我上课叫的好不好 我花个文件调查表给你 好 开始你就会说 抱歉啊 就要开始 各位说实在来 我不会做这个动作 但是有的当然会说 或者会做这个动作 你还是要做知道吗 对 因为他们要 他们要总是要依据嘛 他们要评估嘛 有没有 像设计大学 总是要有这样的依据跟评估 他们才可以聘请讲师嘛 我改双课我都不会这样 所以 他听到会败败败 他们就想问 你的快点上的表情就知道了 有什麽直接了当凭你 直接互动 去察觉的更快呢 有人讲说 啊 没听 不好意思 你千万不能来听 所以我 我说实在的 我不诞成人家这样 所以 你来听他就不好意思 我就缺什么人情 我最古想要缺什么人情 这有什麽世界 这样 对 江太公钓鱼 厌者上钩 而且还要跳上岸 从此岸跳到彼岸 所以接下来 好各位 接下来我们做个结论 强求的事不久 拒绝的事不成 你看 这个已经把 把各位你们自己 的内在讲完了 各位 你一直强迫人家帮忙你 不会长久 各位真的不会长久 各位 各位今天大家当自公也好 当义工也好 当义工也好 他能够用 他能用强求的吗 或是用拜托的吗 各位能够拜托你来当自公 你叫做自公吗 你叫做被拜托的公 你叫做自公 自是自愿 自是自愿 那各位拒绝的事不成 大家的事情都没有 那各位 那你怎么成就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改双心要去想 知道吗 知道吗 改双好的对象 要去说什么 我想要跟你交往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总是有人交不到人 他就跟你讲说愿意 总是会有这样的落 落网之语 他就讲愿意 那边跟你讲说不愿意 或者说我已经有另一半了 请你不要再打扰别人了 对不对 你要有风度吗 你要懂得节制吗 各位 怪异的事不快乐 各位 你今天所怪异的事 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 只要能够让你痛苦的 就叫做心事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你为什么要把它 挂在你的心中呢 各位 你一天一天很烦恼你们父母 人家就叫你友好 一天一天烦恼 人家就会跟你说 哎呦 你是什么天下最伟大的母亲 你以为人家就这样跟你说 各位 各位 不要一天到晚的 还老孩子 要把孩子交好啦 重点摆在交好孩子 但是我看天下的父母亲 重点都摆在还老孩子 重点呢 要陪父母亲 对不对 去走完人生的这一段路 要陪伴他们 对不对 重点不在喔 一个月给他多少钱 那诸位 所有的重点 你只要明白 你跟人在一起 就很好相处 啊 所以 所以跟人在一起就是顺 言得上喔 各位 对上有敬 对不对 对下有爱 平背呢 平背呢 有何 那这样不是多 这就 一次OK吗 对不对 几个字 你就能够知道怎么 人生怎么应对了 你又何必 学了老半天 还是不会呢 所以诸位 你不用心喔 你找怎么看喔 你看得多 你也真的不了解 所以什么叫 什么叫 什么叫 什么叫懂 什么叫不懂呢 你看了 你懂了 你做不出来 你就是不懂 你用这样去衡量说 你他 你 你去看书 到底懂不懂 我们常会讲说 有没有 嗯 住人为快乐之本 你真的 愿意去住人家 你真的心甘情愿 你真的要住人家一辈子 应该是没肉 那诸位 所以你看 所以你要换什么 你不会快乐嘛 因为你心中呢 不懂得付出 不懂得牺牲 不懂得慈悲 不懂得大爱 各位 我们心量越广的人 你就会知道 他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看起来如木春风 心量狭窄的人 看起来就是尖嘴猴摔 不然看起来就是那种 啊 观寡孤独之相 看起来那种什么 那种忧愁 啊 尖酸 柯薄 诸位 诸位相由心生 这个 这个根 观像 跟算命不相干 相由心生 这是很自然的反射 所以呢 啊 所以大家你可以呢 用这样的方式去训练 让你自己呢 能够随缘 随缘 再来第三呢 处事呢 如何无碍 那就是一切无碍的意思 这个诸位呢 这个第三点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面对了人生 之后 接下来 你自己呢 个人会有表现出来 好 诸位 就是说当你做完一件事情之后 接着 你自己呢 的什么 的内在 还有外在 你就会表现出来 各位那你到底在意不在意呢 你可以透过这样观察 我们看第一个 各位不再说他 为什么叫不再说他呢 我举个例子 这件事情已经做完了 你问他说 对不对 哎呀 昨天的事情很抱歉 不知道你在不在意 有的人就会这么说 啊 昨天的事情 我不在意 昨天因为什么 什么事 什么事 所以我不在意 为什么你记那么清楚 为什么你倒背涂流呢 哎有的问说 啊 对不对 昨天我骂你不知道 你生不生气 你昨天骂我王八蛋 事实上我才是不会生气 王八蛋弄记起来 各位 各位 事实上你没有进入你的内在 你没有研究你真 真诚的潜意识 你的内在怎么不在意 你的内在是在意 只是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 你的知识 学习 你自己个人的希望 告诉你说什么 不要讲出来 要表现出什么 不在意的样子 对那 那只是你的脑袋 你的脑袋在告诉你这个样子 你的内在 各位 还是有关 诸位呢 我讲一个例子就好 当呢 好 当一个失恋的人 他经过一段时间 他觉得他已经释怀了 所以他认为说呢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他可能呢 在后面的日子 午夜梦回的时候 他又会梦到什么 那个人 对不对 那各位 那你就会知道说 你到底有没有释怀 诸位 我们对最爱的东西不能释怀 我们呢 对最恨的东西也不能释怀 我们呢 对最恨的东西也不能释怀 对最可怕的东西也不能释怀 我们 从小时候怕鬼到现在 对鬼还是不能够释怀 各位懂 对不对 依旧还是怕鬼 你看 那就是不能释怀 很奇怪 那各位那怎么去检测你自己呢 好 各位来注意看 各位不再说他 好 这里把他写个口 下面写个口 不再想他 下面把他写个意 心意的意 放下他写个心 忘了他写个境 境界的境 好 那各位我们现在开始观察自己了 观察自己 看你自己 怪不怪 各位你自己常讲的话 就是你内在的语言 你真的没有能力观察你自己的人 我奉献你呢 随身攜带什么 录音机 去录你呢 平常讲的话 所以一个消极的人 负面的人 他所讲的话呢 有没有 都是很负面的 很极端的 很消极的 不会 不可能 不行 啊 都是这样讲的 那不然就是什么 就是不回答 所以录音机要录哦 不回答的时候 就是 就是 各位 你以为没有声音 是没有资讯可达 各位没有声音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各位比如说呢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一问 你都没有声音 你在想什么 你在紧张什么 有没有 我记得小时候 我就听我阿嬤讲一句话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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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福利 我叫做福利福利 她说 做人 就要 她说 她说 好听话 就要她说 好话 要说好话 不简单 所以你要听人说好话 所以我可以这么跟你讲 好话 你去观察 你要把话 你要把话讲的好话 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有的人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打电话 各位 我们在打电话 第一个感觉 就是她讲话的态度 对不对 各位现在这个不是 没有牵涉到讲话的内容 那个讲话的态度 那个讲话的态度 那在打电话说 哪 那是什么人 好 我等一下不是这样 我等一下打电话说 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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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同事以前 外调皮 他说不到时候 他说什么 我饮了 走嘛 哈哈哈 欸 我同事跟我说话 我在旁边 听到笑 笑起来 各位有的人 讲话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嘛 有没有 各位那有的人是什么 有的父母亲 接到电话说什么 你早上有什么事 啊 你住哪里 你叫什么名字 各位你 我是卡丹的 对咧 我不是这样 来划丹的 要让你这样问 对咧 那所以那你以为说 啊这些事情你不会换 好各位 我们平常在聊天 你是不会这样讲 我们平常在聊天 你可以看出你的讲话的样子 好 有的人讲话都充满了 为什么 有的人讲话都充满了怀疑 有的人讲话都充满了什么 主观 有的人呢 讲话都充满了什么 强辩 你一听 就知道 但你要好的听 你才能够呢 在最短的时间去判断 这个人讲话的样子 那各位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 有时候你看到别人 会看到自己 对不对 你看他的样子 突然之间 那个 那个人好像是自己 各位 有时候你会吓了一跳 有很多的父母亲 当他管教孩子的时候 突然看到孩子 对 反应他 他自己 就是孩子的身上 有他的什么 他的眼子 对 说孩子倔强 在骂他 在打他的人 也是很倔强 这人生 一定是他生 那主位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 你怎么去检测你自己的内在呢 所以各位 你去观察你的讲话 我们讲话 要肯定 要诚恳 要清楚 要明白 你住在哪边呢 对 我本身是台中人 我老家住在省二中 那我高中的时候 就搬到西屯 那我现在住在黎明新村 就在黎明新村的哪里 有机会 如果不嫌弃呢 请到哪 对不对 寒色来坐一坐 主位 你这样说话 大家也都可以自己说话 你是要这样说吗 你怎么都不可以这样说 你来说呢 你去哪 你去台中 台中的台中 台中的台中 台中的台中的台中的台中 台中的台中的台中的台中 台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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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 是怎么跟你说一个话 你爱 你爱问到 各位 人家喜欢跟你讲话呢 那才怪 所以事实上很多人 都摆出诚意要跟你接近 是你自己那个态度 让人家不想跟你接近 然后你要怪说什么 怪说 你看这一群人 这么没有人情味 你看 是你自己冷漠 是你自己不主动 是你自己有障碍 各位 各位 我们今天来这边没有主人 没有客人 你们今天来上课呢 医师学生 医师志工 没有这桌子 跟我拔的 这个桌子 还是你们自己搬的嘛 对不对 所以 你在怪什么呢 各位 有的父母亲去上班 还在想他的孩子 在学校 有没有 那有的晚上在睡觉 还在想刚才看到那个恐怖什么 定你的情节 你看 等下看了 要再想 每件事都没办法 每件事都没办法 主位 这个东西学问很深 这个不是说 这不是说 你不想你就有能力 这你没有透过内在的羞耻 你真的没办法达到 各位放下他 主位 我们常讲说 心事心事 心事 心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心中有事 你心中不要那么多事好不好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老子 我常说 事件有什么事 主位 你世界上有什么事情 怎么没有事 他说我事非正常 对 对 他太小便宜 正常 今天不小心 撞到 正常 也很正常 反正跟你讲都没有用 正常 反正该来的 该发生的 你只要 你只要那里 尽人事 各位尽人事 尽人事 就是当做的 听天命 就是随眼 所以 所以各位 人家对你怎么样 我告诉你都是正常 为什么 各位 今天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这么幸运 你这个人到什么 到一个圣人开的公司去上班 对 老板是孔子 主管是释迦摩尼佛 又蛮笑死人 对 你都是跟一群 对道理不太清楚的人 在一起上班 所以 所以 当然会出各种状况给你嘛 那你今天能超越的是什么 你明白这种道理 然后你能够释怀 能够接受 你就不会觉得很 你就不觉得苦 你也不会觉得他们可恶 你看 明明就在演戏 他都不知道他在演戏 然后呢 你每天坐在那边看戏 你不觉得很高兴吗 因为不用 因为不用我买门票 看戏不用买门票 你看 所以各位 第四个 忘了他 跟放下他 跟忘了他 有什么差别 有 我做个笔给你听 我将我的茶杯 放下 诸位 这个有没有个东西放下 有还是没有 有 你的放下 还有个东西可以放 我所讲的放下 也没有东西可以放 所以忘了他 那就是你个人的内在的境界 已经达到一定的层次了 那个时候就恭喜你 那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 处事无为 所以我们看到第四 第四个 各位 第四点呢 原则上 就是在谈如何做到一切无我 诸位 第四点是个很高的境界 各位 第四点呢 各位 第四点呢 假设 要刻意去把它做区别的话 第四点呢 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初世间化 就不是一般人生哲学的 他已经超越什么 人生哲学的部分 因为 第四点呢 就是呢 他个人很高层次的修为 好 那原则上 各位 我跟你讲这四点 意思就是说 看你自己的程度 你自己去学习 原则上呢 不去强求 不去勉强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层次 那各位 这一切无我的概念 事实上 对一般人来讲是很难接受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根深低估 我总是一个我 这个我呢 形成一个很很强烈的主观 很强烈的意识形态 所以呢 你要去呢 对不对 去摧毁他 实在是谈何容易 那各位 那我们来看 观此生 观察此生 观察内心 观察外境 观察人生 此四项 皆是 无常变化 各位 我等一下解释 这四项 都是无常变化 因为我不能改变 故一切无我 各位 他理论出来的 因为我不能改变 所以一切无我 接着 既然是生命变化 所以呢 一切都不执着 故身心自在 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自在 为什么呢 因为他都是变化 所以 所以你要执着什么呢 哪一点你可以拥有的 请你告诉我 各位你没有一点可以拥有 所以 你以为 你以为你现在放在银行一百万 一百万就是一百万吗 不会吧 不会吧 从利息的变化 从汇率的变化 从通货膨胀的变化 有没有 事实上那个一百万 不是一百万呢 你能够真的 你能够真的去那一辈子 拥有他吗 会耶 所以你的爱人 你的家人 你的亲人 你真的能够一辈子不离开他吗 会耶 各位 你跟你同事之间的关系 你们永远可以保持这样吗 也不会这样 不是变得更好 就变得更差 所以我们做个分析 各位 这四点我们做个分析一下 这四点很重要 但是我们做个分析 各位我们先谈第一个身体 各位你的身体呢 是无常的 所以你不能控制你的身脑病死 你根本没有能力 不论你是谁 各位 你不是说我吗 我能掌控 你掌控什么 你掌控给我看 所以各位 所以你不要申请那个概念 申请一个概念说 你能掌控他 所以各位 所以你不能掌控你的身体 这个叫做生理现象 再来第二个 信念 信念就是你内在 所以你的念头 变来变去 叫他不想 他就偏偏想 叫他不做梦 还是做梦 叫他做好梦 他就做噩梦 简直是畅管雕 那你的念头叫做生住一面 所以我稍微解释 生住一面 生就是生起那个念头 住呢 有没有 那个念头呢 一直在想那个念头 意呢 意就是变化 面呢 这个念头结束 下个念头又生起 这个过程叫做心理现象 所以诸位 事实上 念念啊 你都不能掌控 再来第三个 身体跟心念 合起来就是身心 身心呢 所处的这个世界 就在外境 各位外境是变化的 故有沉住坏空 始属于物理现象 这个诸位 只要你身体以外的环境也好 你的财产也好 你的亲人也好 你的朋友也好 就是说你身体以外的人事实地物 还有你现在所要的名利社会地位前世 所有种种的概念 它都是什么 变化的 所以诸位 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种道理 你一定会呢 停留在去执着于去追寻 去追逐 你会很辛苦的 而且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永远追不到 你说怎么追不到 我事实上已经追到了 我可以再告诉你 他会再失去 我做一个比喻 当你用手去抓水 水一定还会再流失 这个叫做物理现象 各位物理现象叫沉住坏空 我解释一下 沉就是形成 他的起因 住呢 有没有 就是停留 坏呢 有没有 就开始了变坏 空呢 有没有 又回归了原来的样子 各位 你看 花开 花谢 有没有 不是一个循环 一直循环 这个呢 是物理现象 再来第四个 各位 第四个字一写 没有印出来 人生是起伏的 字一写 人生是起伏的 故有成败兴衰 成败兴衰 这是个字 此属于自然现象 所以第四个就是谈你的人生 各位在我们经济学里面呢 都有一个周期 有没有 我们人生呢也是一个周期 那各位 那这个周期呢 我们看什么 我们看呢 太阳就很清楚 哪有日生不日落的道理啊 所以各位 那日生不日落的道理 所以各位 日生的时候呢 不用得意 也不用高兴 日落的时候呢 不要感伤 也不要伤心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呢 你如何在成败兴衰的过程 办好你的角色 各位 假设你已经成功了 有没有 那是你的努力 再加上你的为人 以及你的智慧 所以你成功了 但是 因为你是个明白真理的人 所以你知道太阳一定会下山 所以 当你们成就之后 我们应该呢 对 去教导别人 怎么样成功 我们应该呢 将我们更多的资源 去帮助更多的人 对 因为一切的东西 你都抓不住 所以你要善用 你现在所拥有的资源 这叫做伟人 当心衰的时候呢 对不明白道理的人 他就觉得很感慨 对明白的道理 他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当他心衰的时候 他可以退休 他可以呢 改变他人生的跑道 他可以潜藏 他可以呢 什么 采集东篱下 悠然 见南山 不是很好的人生吗 所以各位啊 所以对不明白这种概念的人 对 只喜欢什么白天 不喜欢晚上 天下哪有这一回事 白天跟晚上 叫做一天 所以呢 不是你喜欢什么 你不能这么说 而是呢 你了解他 所以你愿意呢 接受这一切 这就叫做一个 一个自责 所以 这是自然现象 你要去明白 此现象 所以诸位 所以如果呢 你能够呢 这样呢 去真的去达到 你内在的心灵 才能够彻底的临近 不然你的内在呢 都是有事的 好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